伊斯好辣 欢迎收看伊斯好辣 介绍我们七位优秀的好辣伊斯团 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艺人名人 相继罹患大肠癌令人蚊之色变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伊斯来解释 大家的肠道健康吗 今晚的三位艺人 他们又有哪些肠胃困扰呢 世界卫生主席表示说 台湾是全球大肠癌 发生率第一名 这倒是真的 今天来检视大家的肠道有健不健康 而且我听到一个消息的时候 50到59岁的人 是高风险 哇 瓜哥你快到了你要注意 你那边讲话 我快破了50 不是快到了 那你快安全了 快脱离危险期 那我们首先呢 来了解自己身体的结构 也要问问到底哪些症状 会有这个问题 我想大肠癌 大家第一个想到 就是跟便秘会相关 因为便秘久了以后 可能会引起 这个肠道里面的各种刺激物质增多 而引发大肠癌几率增高 通常我们便秘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它有分三型 我们大致看一下 有持缓型 直肠型跟筋卵型 那持缓型的大部分 都发生在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缺乏运动的 中年以上的人身上 通常大便的量 这样看起来会是比较少的 而且年纪大放的皮特别臭 对不对 对 就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肠道几乎都不动 所以菌种 跟里面的一些 我们说的白话的毒素 都卡在里面 对 那我们第二型的是直肠型的 一般来讲 直肠型的跟 如果常常忍辩忍久了以后 大便出来以后 会变得比较小 然后比较没有那个便义的感觉 所以有时候肛门 如果有事物在送假讯号 那讯号送久了以后 其实也没办法顺利排便 所以骨盆腔的循环 不是很好了以后 常常都觉得 好像素变机在做出 所以中医师 您讲的意思就是 常常有人说 我可能有便义的 坐上去 结果坐了五分钟十分钟 还是没有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 那原因通常都是 因为真的有便义的时候 当你真的要排便的时候 你去忽略它 你去把它忍过去 然后忍久了以后 身体就觉得说 反正我送讯号给你 你也不是很尊重这个讯号 所以久了以后 那个讯号就问了 放羊的小孩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就是互相欺骗 可是因为大家都在工作 都在行动当中 怎么可能要有便 就马上可以找到 适当常会 对 所以这个也是 现代人一个 蛮悲哀的地方 那我们讲到这个 没有办法 适当的上厕所 第三项是 精卵型的这个排便 这精卵型的便秘的状况 其实就是发生在 再焦虑一点的 现代人身上 通常便便出现的便秘的时候 是像颗粒状的 然后因为压力大的关系 所以不是只有便秘 有的时候它会以腹泻表现 便秘跟腹泻交替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是 其实我上厕所时间 算是固定 我都是早上 一个固定的时间 那个时间 我喝完一杯热水 我就可以上厕所 可是 只要出外景我就不行 因为外景时间 是在我上厕所之前 那个时间错过了 我就回不来了 回不去了 那只要连续外景 比如说这个礼拜 我出三天外景 那三天我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然后那个时间过了 我的小腹 就会整个凸出来 那所以你看我可能就是 脚踝这边 手这边细细的 可是我的小腹这边 就会鼓鼓的 那我就只能穿 中间这边宽松的衣服 所以你没有一点便衣都没有 没有 就是没感觉 所以可能 可能过了差不多四天 我最高纪录有过 四天到快要五天没有上厕所 然后中间这边就鼓得跟青蛙一样 情绪超差的 我记得有一次 跟小甜甜约要去吃饭 然后例如说我们约四点 然后他打电话跟我讲说 我可能会迟到 大概四点半才会到 我理智线 断掉 我整个断掉 我就跟他讲说 你不能这样子 你的人生一直在迟到 那这样子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就是你在便秘的时候 我觉得跟女生的生理期一样 就是你的情绪会起伏非常的大 只要是一便秘 你就是很想就是 出拳 对 瘦娃娃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尤其在你便秘的时候 然后再加上睡眠不足 然后那个压力跟皮肤 全部都打结在一起 然后有时候便秘到一个程度 又很容易拉肚子 那你还好 你只是工作压力 你还称不上这一期 你不是每一天 可是只要是那个时间 只要是外景 我就是不行 没有那个时间内给我上厕所 我时间过了 我就没有办法上厕所 所以嘛 刚刚讲到这些症状 你知道为什么 有就赶快变 没有 不然大家都在上班 尤其你女生更糟糕 碰到高铁 你也不敢坐在上面便便 不敢 百货公司或者公园 哪里 你大众场合你都不敢 男生倒无所谓了 对不对 对我们应该可以 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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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到开始上班 我才知道原来每一天 要大一次便是正常的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住校嘛 然后住校基本上 学生都是随便吃啊 就有什么吃什么吃便当 你不会特别说 我要买水果来吃 我要特别吃青菜 所以我那个时候 每次都问说 你上一次什么时候大号 我都会想不起来 因为它不是每天的事情 就是可能两天三天上一次 然后后来开始上班 然后接触到很多的博士啊什么 我就知道说 原来人一天要大一次 最好呢 能够一天要大三条香蕉 可是我都不是香蕉 我都是土桃 我跟你讲 都不成型啦 几乎都不成型 除非你很健康 吃得很健康 不过我很成型 我都是小小一颗一颗一颗 就像羊大便一样嘛 咪一咪一咪 对就是 你用一次力 它就出来一颗 用一次力就出来一颗 然后我才说 原来这叫便秘 你那是坐汤圆吧 坐汤圆 在马桶坐汤圆 可是你组织 都很多live的 对 可是当我有时候 开始忙的时候呢 它又不一样了 它就是完全的不成型 而且就是常常会有那个 腸胃道在滚 在滚 滚的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声音会很大声 像我印象很深刻 是有一次我去上厕所 就是很急的 你要进去上厕所 然后一路上就很多人 看到你就要打招呼 一路我就这样打招呼到厕所去 一坐到马桶它就 啪 就这种声音 对 你知道 在外面很多认识你的人 都在洗手 可是你一进去 关了门 已经受不了了 我觉得整个厕所的人都知道我在打招呼 对 就算刚进来的也很好奇 要看什么鞋子 出去等个人 刚才这么大声是什么 而且有声音还有味道 因为它会 就是会伴随着声音跟味道 你知道那种感觉 我就想说 可不可以等这一批人都洗完手出去了 我再出去 我跟你講这还不是最难堪的 最紧张的是我在live 包哥你冷静 不是 不是有画面 对 因为我们这里厕所也很小 对 每次你要去的时候 刚好有几个 那鸡犬相吻的人 乖乖乖乖乖乖乖 乖乖乖乖乖 我是live之前还没有感觉 开始5 4 3 2 1 我讲一分钟的开场 我开始觉得 嘎 可是我是40分钟的live 没有人可以替我 就一个厂商嘛 然后所以呢 整个我是卖珠宝 我从头到尾我的手都是这样 而且我脸没有办法有表情 因为我在锁缸门嘛 对 在编 你整个人是 你知道全身是僵硬的 然后我还要秀珠宝 还要看杂志 还要跟厂商对话 然后一般我们搭OS 40分钟我们会到最后 比如说搭到最后的30秒 我们的话结束 是 我那天搭到剩2分钟 我就结束 我说制作不行了 再见 我就跑厕所了 我要讲一个案例是 有一个先生 他其实一直都有个困扰 这个困扰他很难说出口 就是他放屁特别臭 说不出来那个味道 他一放全部的人 身边的人都知道 这个屁来自谁 那他这个状况已经严重到 他的社交的障碍 因为他只要每次出去吃饭 他想上厕所 他一定要从这个角 冲到那个对角 因为那个味道一闻大家都知道 那甚至他的老婆 也因为这样关系 因为一起同床共枕嘛 他放那个屁老婆 就没办法睡着 所以他们就分房睡 然后直到后来因为 老婆真的觉得 这个状况太严重了 他就架着老公去看中医 结果调一调中医 越调整得越不对 就说 这个好像已经不是中医可以处理 他建议他去西医做检查 他就做那个大肠筋 一进去就发现 其实他在职场 肛门的这个出口处 长了一颗肿瘤 这个肿瘤已经里头腐烂掉了 是内置吗 没有 它是真正的 我们说大肠癌 它是一个肿瘤 对 那因为他这个肿瘤已经内部 已经 它已经大到里面 已经烂掉了 所以他其实那个味道 是来自空气 经过这个肿瘤的腐臭的味道 那我要讲的第二个是这个 有一些老人家 其实我们尤其在这个 居家照护的老人家 很多人会出现的问题是 他大便很不顺 尤其是因为我们运动不够的关系 你的肠胃道很难去上厕所 所以便秘的族群 有分比较大的两个 一个就是上班族 尤其是女生 第二个其实是老人家 因为他的运动不够 那我们其实很多案例 就是自己家里 如果老人的真的要注意 很多老人他因为上不住厕所 他也不敢去跟人家讲 他就自己通 通那个就是像玩他 我们就遇过案例是 他玩 越玩一开始玩一颗 后来早晚晚一次 后来一次玩三次 晚到后来他肚子痛 可是因为他是独居 痛到受不了了 家人就回去看 他发现怎么肚子好像真的很痛 脸很白 送到急诊 他已经晚到把肠子通破了 从电脑断层看 其实肚子的全部都是大便 因为他破了一个洞的时候 一开始这个扁边 就会从这个洞跑出去 所以他这个是个直系 部末眼要立刻开到 所以其实这个便面问题 我们听起来都很轻松 可是他其实后面 隐藏着很多危机 是要小心的 那请教医师 就是说站在你们的立场上 到底自己买回去晚常 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 不建议 不建议 不太建议 可是现在很多人会自己 对不对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说 要给医生看过之后 我鉴别过他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然后在医生的处方之下使用 我觉得我讲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 因为排便习惯 就跟月经一样 有形态的不同 我们大概会给一个range 大概一天之内大三次 三天之内大一次 都还算是合理可接受的排便习惯 第二个要看里面的成分 里面的成分 只要不要说太硬太困扰的话 其实我们勉强可以接受 那我妇产科 所以我其实遇到两大族群 一个是怀孕族群 一个是现在便秘最常见的是 粉领族群 其实还有一个是更年期族群 可是更年期族群很特别 孕妇呢 孕妇也会 孕妇 孕妇是好发的 还有一个更年期族群 可是更年期族群很好玩 因为它可以 藉由电视购物 跟个人人生经验 还有分享 它会找出很多解决方案 所以比较少来找我们看便秘 你讲的是男女更年期都一样吗 都一样 其实那个是肠胃蠕动变差 我们再讲那个 孕妇 孕妇最常见是第一型跟第二型 孕妇有两个因素 因为它荷尔蒙我们讲 肠胃蠕动变慢 大家知道 肠道是一个吸收跟消化的器官 尤其小肠它会吸收水分 大肠吸收更多的水分 你只要太久没排便 水就吸光了 但是大肠就会 裡面的成分就硬 那女生多痛苦 又顶个大肚子 然后又便秘 不是很痛苦 这是事实的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我那个个案 其实我们怀孕了很多 大概两天到五天不等 我常遇到 那是后来受不了 又怕影响宝宝才过来 我这次遇到的个案才伟大 她来的时候 她说她已经14天没变变 我刚才说你再讲一次 14天还是14个小时 她说14天 可是她说 其实我以前没怀孕的时候 是28天 我是为了小孩 这次忍不住 我泡起来都泡在化粪池的旁边 她会有影响 她以后味道不好 她才特地提前来找我们解决 所以你就知道 女生的忍耐功夫很强了 那后来当然我们给一些药物 用跟 其实在便秘处理上 有非常多招 我们先排除掉 刚刚提到的肿瘤 或者其他状况 饮食或者肠道的环境 恐怕是最重要 那第二个我要讲的是 粉领族群 因为我们目前看到 年轻粉领族群 是最常见的 大家知道 粉领族群最大的问题是 熬夜压力 还有一个酒座 酒座的伤害其实很大 大家看交通部也有宣导 酒座比酒驾还危险 真的 真的 这是真的 酒驾 酒驾只有死一两个人 他说酒醋 我刚才听到是酒醋 酒座 做很久的酒座 因为你酒座了以后 其实压迫 我们所有便秘很重要的概念 你酒座以后 肠胃道路都会变慢 它压迫血液循环 所以容易形成一些便秘症 是窗的情形 所以变一个二性循环 可是我要讲这个酒座更好玩 因为我门诊很多 那种 冬阳性软巢 冬阳性软巢 我描述一下 常见都会变成 变胖了 所以小腹变大 皮肤变差 长痘痘 黑黑的不舒服 然后 有时候月经还不规则 色素也会沉淀 这个人来说 我觉得我一定是冬阳性 陈医生 你的Google文章 我看过 每一个点起来我都是 结果一看 它就不像冬阳性 结果它怎样 小腹真的有比较大 皮肤也比较差一点点 长痘痘 臉油油的 脏脏的 可是胖胖一点点 因为它最近很烦很多事情 月经就不来 就我仔细问一下 怎么看都不像 一照超音波 有时候超音波看到满肚子大便 是不容易的 除非很严重 一看上去 子宫旁边满肚子大便 我就委婉地问他 你多久没大便 他说还好啊 大概最近才七天 原来这个也是属于 过去十天的大致便 所以他的问题是在排便 排便解决掉 其实他说有皮肤的问题 跟一些色素成年问题 其实就好了 身为清明专业又主打 全人照顾的其中介绍 因为我们一定要全人照顾 才有 要说自己是全人照顾 才能去问人家很多 生活的细节 起居啊 然后大小便 有没有喝水 这都一定要问 那我中风跟老 我们中风跟老年人的 这些个案里面 蛮常发生第一行跟第三行的 然后他们都甚至跟我讲说 一定要去跟那个药房打好关系 他们只要软便剂跟那个 晚常一进来就要通知他们 因为他们就要去抢 这两种东西是他们的居家必备 就是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袋在身上 然后甚至复健的时候都会带着 那他们蛮常出现就是便秘 还有瘴气 然后来复健的时候 因为通常要练习站 通常那一站就是一个场地 然后非常非常的臭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关心一下个案 那我有一个伯伯 他是伤到左脑的语言区 然后也有伤到臀咽 所以他没有办法讲话 然后都用那个鼻胃管来灌食 那因为家属跟他的照顾都不太了解 要给他吃些什么 所以都一直给他喝流食的那种奶类的东西 然后他自己也不会讲 所以常常都跟我说 那个阿公都要用手去挖才可以 不然就是软便剂加那个碗 常通通丢下去 然后也都没有用 那每一次他来一二三一拉的时候 就是屁就这样冲出来 然后非常非常的臭 然后我们就想说啊这样不行 一定要赶快照顾营养师 请他们来调配一下 那后来这样才发现说 原来他是因为 长期他的营养不均衡 然后每次回家都抢 然后像第三型的话 就是很多刚发病的每天都还在忧郁啊 很多压力 所以他们都一定会有便秘的问题 那身回一个 救死救难 你是关心菩萨吗 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 我们常常都在说预防胜于治疗啦 其实我们看看这几个型的病面 很多都是跟自己的生活习惯啊 会有关系 那也会有 因为便秘造成一些急症来到急症 像我就遇到一个19岁的年轻男性来 那这是发生在我还是学生时代的那个时候 那那个病人来求诊 19岁的弟弟 他就是妈妈带他来 他就是肚子 说他右下腹非常的疼痛 然后痛到他会有点冒冷汗 他几乎已经要在床上打滚了这样子 那我在问诊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学长带着我看诊 那在问诊的时候就说 一般只是肚脐疼痛 然后我来之前 他忽然变成右下腹痛 那通常会有这种转型的疼痛 学长就说 这个就是 藍尾炎 就是一般来说摩登化症 对 说这是藍尾炎 所以学历我们等一下帮他检查 通常这个只要临床症状 学历的报告像 我们就直接抓去开刀了 对 所以我们就帮他做检查 那其实弟弟很痛 我们中间过程先帮他止痛症状 稍微缓解之后 报告出来 诶 学历的警察 白雪球 白雪球 都是正常的 我们大家就是在那边 很尴尬的时候 妈妈忽然就跟我们说 诶 他会不会是便秘 我说他为什么 你会觉得他是便秘 因为他弟弟就是 他是第二型的 他因为常常就是 因为要打电动 所以其实想上厕所都不上 他就是一直憋一直憋 那他这次其实有五天没有结 那他就在那边通道冒冷 那我们后来帮他 就是开药帮他晚场之后 那大便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他 露出轻松的微笑 他最后就是很轻盈的回家 说到开刀 也会有因为这样子开刀的 我们就遇过一个中年女性 那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再加上他就是 也不喜欢吃蔬菜 那他常常都会忍他的大便 他那一次来到急诊 其实表现就是 腸鼓塞的症状 他就是除了疼痛以外 已经到一直呕吐了 那后来帮他检查 才发现他在他的那个 他的小肠和大肠交界的地方 塞了一颗很硬很硬的糞 那造成阻塞 后来那个癌就去开刀 因为开刀才去缓解这个症状 像我们曾经遇过一个 那个阿婆 他六十几岁 他六十几岁 那他当时 他其实 最近他就是发现 他肚子越来越脏 排便的情形也改善 而且胃口差 可是他一直都觉得 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就是乡下 乡下的老人家都很会忍耐 那直到他有一天 身上开始出现一些疹子 就他的手掌啊 关节处 开始出现红疹 那家人都觉得奇怪 只有他觉得不奇怪 他说我最近打个多头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的皮肤就红 是因为晒太阳 那直到他那个红的那个疹子 有点开始变暗紫色 就是有点在变色 而且他已经有点肌肉 没有力气 家属才觉得紧张 赶快带他去看皮肤科 那后来皮肤科医师就 看了那些临床症 做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是皮肌炎 就是皮是皮肤的皮 然后肌肉的肌 皮肌炎 那其实他是一个 自体免疫的疾病 那这个疾病 通常他会 伴随一些癌症 就是 就是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 但是他往往 因为这皮肌炎 你可能身上你要注意他 会不会 其实有潜藏一些癌症 那后来 他跟他一讲的时候 他就开始觉得 他肚子脏怪怪的 所以那时候才跑到急诊 找我这样 一帮他检查 我其实也是一开始 就是排便都算很正常 就是固定时间 会上厕所 就是大概早上 八点多的时候 就会上 但是我都是睡到九点多 才起床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早点起来就好了吗 没有啦 其实我记得 我最记得 我第一次那种是 紧张到便秘 好几天没上厕所 当兵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 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 班长就会问说 还有谁没上厕所的 举手 班长我想要问这个 不是 新兵中心都会这样 大家去当兵的前几天 第一天 都对饭菜都不想吃 这什么饭跟菜 操到第三天 一厘米都不剩 对 对不对 他游的很紧张 大概三四天便秘 游的一个礼拜 对 那个班长就开始会担心说 还有没有人没有上厕所 要关心一下 因为你如果一直憋着 其实会出事情 我记得好像第五天的时候 班长就问说 他没有谁 他没有上厕所 我就举手 然后去上 然后我上完之后 我吓一跳 我想说我要擦屁股的时候 哎呦 怎么流那么多血 然后我就 我就吓到 然后我就趕快跑去跟 那个班长讲说 班长我上厕所 然后流很多血 他说你是那个来吗 还是 还不是来吗 没有就好像 变头太硬吧 还是什么 就把那个 尾血管 撑破了 然后就流很多血 那事实是真的 我就吓到 那后来怎么擦药 还是 后面几天就有 比较 就是 血的量比较少 但我现在 后面还有流血 后面还会流血 然后后 所以是五天嘛 对不对 最后血比较少 还是他有拿卫生棉给你 后来就用夜安醒了就好了 对 对 所以陈医师就了解 然后后来我现在就变成就是 有时候比较紧张 或者是比较累 就是有时候排便 还是会有血 是 这个问题就告诉我 当兵很辛苦 要跟立法委员报告 不是挖人才会流血喔 不是挖人才会流血喔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比较常遇到那种老年人 都是第一型跟第二型的 然后我本身的话是第三型 然后像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有些阿公阿嬷 因为长期卧床 没有力气嘛 然后就是他 常蠕动比较慢 然后就没有办法自己解便 因为我们帮病人翻身 都是两个人 就一般我们会帮病人先左侧卧 然后一个人就戴手套 涂一些润滑剂 帮助他 把那个粪食挖出来 然后另外一面的人 就是会用 就是按摩他的腹部 给他一点压力辅助他 帮助他排出 就是我们比较常见是这种 然后还有一次是遇到一个病人 就是他之前也是 因为长期的便秘 就去门诊就医 然后医生就有跟他的家属讲说 这个便秘期啊 我们要 就有发一些晚常 就是回去他居家可以使用 这样子 就可以帮助他排便 可是家属就断章取义 就说这个要每天用 就每天都一直帮阿嬷灌灌 或者阿嬷的屁股 就是肝门口都破皮 就静润都受伤了 然后其实营养也都没有吸收到 就是越来越瘦 然后就带来就医 然后我们就有跟他讲说 这个晚常的啊 不需要每天使用 就是医生的意思是指说 便秘期再用就好了 可是家属就有点强迫症 就我们会客的时候 他就把帘子拉起来 自己一直帮阿嬷乱灌 然后就是他的铁鞭都噴到床上 到处都是 然后我们打开帘子 就会很生气 因为换都是我们再换 觉得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啊这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说 帘子给我打开 以后会客就不准 他们把帘子关起来这样子 有那个中间有隔起来 这个像不像 有人睡眠睡不好 就依赖安眠药 那这个会不会有人就长期 觉得依赖这个东西是很好 也是会 也是会 遇到就是自己灌灌到受伤流血的 来就诊 而且肝门会硬化 他到时候那地方会硬化掉 对 然后像我现在因为工作 就是日夜颠倒 做习不正常 又比较少 就是喝水运动 然后就也是长期的便秘 就有一次 这五天都没解便 可是那时候就每天都肚子很痛 都吃不下 然后我就跟我学姐讲 原本想要请病假 然后学姐就说 你这样不行 要先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帮我照 腹部的X光片 帮我做一些检查 然后因为我原本以为是说 是不是肠胃的问题 然后他就发现说 然后他就是建议我使用软便剂 就是灌肠的 他就说 那小姐你会使用吗 我说这个我会 我常在用 他说蛤 你为什么常在用 我说因为我是院内的护理人员 我就有点尴尬 然后后来就是确实我使用完之后 就是解干净 肠道顺了 就是人整个都超舒服的 来我们来看看 这痴缓型会造成哪些东西 一般来讲我们想到痴缓型的 因为我们的肠道里面 本来他就应该要出清的 那你现在让这些聚落 跟这些粪便在里面堆积久了 刺激久了自然而然 对肠道刺激 就会产生一些大肠息肉 然后大肠癌这样的风险 来接下来看直肠型的 我们看直肠型的通常 为什么会引发腹膜炎 刚刚欣梅他们也有举出一些例子来 一般来讲 我们有碰过就是一些老人家 他的肛门的跟大肠反射的 已经变得很差了 然后大便堆积久了以后 大家不知道不是说 只有大便撑久了 他才会穿孔而腹膜炎 光是大便在那边堆积的时间久了 菌落的数目变多 都可能那些菌落 从我们的这个肠臂 钻进身体里面 去引起一些败血症 跟一些病人有的症状 所以有的时候说便秘好像是小 便秘久了以后 其实也是可以变成大事情的 这不是是小啊 而且便秘不会影响你胃口 你还是照吃啊 有时候你肚子好胀好胀 看甜点又吃了 要吃啊 所以越堆越多嘛 对不对 来我们看第三型的 筋卵型 那我想大家最关心的 应该是这个 因为年轻人 大家听大部分上班族 最忙的时候 大概就是担心这个筋卵型的 那为什么说引起 痴疮便血跟脱缸呢 因为刚刚国毕也有提到 在这个当兵的期间 也是有像这样子 没有办法排便 然后有这种排便的时候 突然冲击力太大 不管是便秘或腹泻 然后久了以后都可能会造成 肛门这个地方受冲击太多 而长出痔瘦来 或有肛裂的状况 那更严重的痔瘦太严重的时候 可能会把直肠的部分 也跟着推出来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以前讲的是便秘会有痔瘦 可是我从来没有便秘 可是我也割过痔瘦 有可能会 那就是因为冲刷多 冲击力多 如果有的时候 上厕所的时间没有固定的话 它光是在负压里面 压压就也会 而且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或熬夜 跟生活习惯非常有关 而且我们有碰过 有一些年轻人 他来就诊的时候 他是用慢性贫血来表现 然后回去回溯他的病史 才发现说 他就是因为便秘了 然后腹泻了 交替了以后 冲击他的痔瘦 一直都有一个血液的丧失 久了以后变成慢性贫血 所以身体非常的虚弱 是 那脱肛是什么意思 脱肛就是整个肛门 可能因为长期受冲击 这个地方的一些软组织 受到影响之后 整个脱垂出来 因为拉肚子是不是 拉肚子个便秘都会 所以有些人都说 我好像某一次拉肚子 或某一次严重便秘 之后整个肛门脱出 然后我就要跟他说 不好意思 那不是单次的 那一定是长期累積 什么叫肛门都是 肛门本来就这样 没有 就是小菊花 然后再开一朵花 对吧 就是本来紧的 后来病开出来 对 就是会有多的软的组织出来 所以你看到会有一坨东西在那边 会觉得有一坨东西掉出来 那怎么办 这个 这个有的时候在需要手术 那请问保隆医师 要怎么样去做调整 身为一个品格高尚的 其实解决父女的 的职质 的困扰是我们的职质 我常常说 妇科有三有 人家有脂有量有多 我们妇科有三有 就是膀胱 伏料管跟大小肠 肠道其实很重要 我们刚刚讲的方法 都是在改善而已 最重要的 肠道 我们最近常讲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ing 吃什么 就会长得像什么 所以食物的来源是最重要的 可是当大家食物来源 没有办法很好改善的时候 那肠道健康怎么维持 以前我们医疗界最喜欢去研究 那肠道的黏膜能不能改善 所以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Liquid God 就是肠肉症 他觉得黏膜是不是受伤受损了 东西不好吸收漏掉了 后来发现你黏膜修好了也没用 因为里面的居住环境最重要 所以肠道的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且他常常强调说 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菌种 对 大概这几年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乳酸菌 那乳酸菌就跟诗诗一样有三种 一种叫做乳酸感菌 一种叫比比德斯菌 另外一种叫其他菌 就是没算起来通通算一果 就是叫其他菌 那其实在乳酸菌里面 目前最有名还是乳酸感菌 其实我接了美食节目开始 大概一两年前 我体重上升了8公斤 然后一直就是我的身材跟体重 一直就是这样子上下上下 跟WAVE一样一直上下 那我在这边节目也有讲过 我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 什么方法都试过 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医生朋友跟我讲说 那你一定要从最根本 就是你自己身体做起 你一定要把你的肠道顾好 你的肠道顾好了 你自然而然的你的身体 你的身材就会好 然后他就推荐我说 你一定要从乳酸菌开始吃起 它可以让你身体变成 不易形成体脂肪的身体 而且它可以让你 调节你的血脂功能 从你的血清 让你的血清跟肝脏 去降低你的肿胆固存 所以也就是说 你每天只要吃一次 然后你再搭配你的三餐 搭配你的运动 你就可以慢慢让你的身材 越变越好 乳酸菌到底对人体上 有什么帮助呢 陈博士 身为一个疯狂研究的朋友 他才第一次来 那跟各位了解一下 就是肥胖跟慢性发炎的关系 那其实你的脂肪多了之后 即使脂肪组织会分泌出发炎的讯号 这样 那发炎的讯号 它会阻断受体素的作用 那受体素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掌控食欲的 那食欲受到干扰之后 你的饱足感不容易形成 也就会吃得更多 一般的乳酸菌 它都是健胃整肠的功能交通 但是呢 如果你要调整体态的话 必须是一种特殊的 可以抗发炎的这种乳酸菌 那这种乳酸菌呢 叫做 那他做新的研究 这一般上面会写吗 如果买的时候 对 上面是有写的 那也可以去找找看 这样子 这种罗依士如感菌263呢 它在发表的文献里面提到说 如果这个老鼠呢 它是吃高油脂高热量的食物 然后它的肚子打开呢 一半都是脂肪 然后几乎看不到内脏这样子 那如果这种老鼠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 同时有吃这一支菌的话 其实它肚子里面的油脂会少非常多 因为它其实就是 你是说文献上面有做实验吗 对 所以说 当您去看这些产品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 第一个它有文献的佐证 那有 比方说专家学者的检验 那这些东西呢 最主要 还是要有政府的认证 才能够说 它大概是有这样子的保健 其实益生菌的研究 在妇产科的病人族群使用很大 包含皮肤的过敏 肠胃道 陰道 蜜尿道 甚至口腔卫生 早期论文都在那边 可是我那时候看到这篇论文 我就觉得很奇怪 其实它强调的是抗发油 所以它可以改善 体脂肪以及甚至糖尿病 我们身体有两种脂肪细胞 一种叫做白脂肪细胞 一种叫白脂肪细胞 是棕色的 棕色的 对 白脂肪细胞其实它是储存 脂肪不是坏的东西 身为一个有点胖胖的医生 我是觉得脂肪 其实它有它的用意在的 脂肪用意是 它是一个 当你跌倒的时候 不会随便过身 第二个它是一个热量 当你战争饥荒的时候 热量是很重要 可是我们这种时代 热量儲存太多 反而不好 反而是另外一个叫做 棕色脂肪 它里面的粒腺体 粒腺体是拿来发热用的 所以如果 这个脂肪细胞的 棕色脂肪比例越高 你身体的代谢能力就越高 它这个研究报告就很好玩 当你把发炎反应去掉的时候 你很多的细胞 白色的脂肪细胞 就不会儲存 棕色脂肪细胞 得到好的能量 它就增加 所以在间接衍生出 它可以促进代谢 降血脂肪的概念 谢谢你买的东西有吗 有 这边有写 罗伊氏乳感菌 G.M.N.L.263 恭喜你没有被骗 所以就是一边吃这个乳酸菌呢 一边也可以让你降你的体脂肪 对 现在很多人关系 因为女生便秘情形很严重 十米九变 对啊 十米九变 很顽固 说不定吃这个 可能没有办法 可能马上立即要便便 可能长久会改善吧 对 那接下来呢 除了便便呢 当然你能便出来 便便的颜色啊 对不对 来我们看 便便是否带血 第二 便便是否变细 第三 颜色有浅到深黑 病人来求诊 其实有时候 我们因为病情的问诊 他需要了解他大便的颜色 那有很多病人 都直接了当地就跟你说 我大便是变黑色的 你再接衍生会比较在意说 它是有上肠味道的出血 例如说有食道胃 舌脂肠等等的出血 经过消化 通过肠道之后出来 它会解黑便 但是黑便不像我们大家说 我就是大便颜色变深 今天如果是典型的那种 常会到初学的黑便 它其实还有一些特色 例如说它 出来它其实会有点像 拉肚子 它比较少是会成型的 然后它会有点像腹腺 我们如果问老人家 我们通常说你的大便 是不是会变像 那种状态 这么黑喔 它其实是很黑色的 甚至就是像 瓜哥褲子的颜色 然后它可能会有点 那你可能吃了什么 墨鱼丸 墨鱼丸 那个其实会干扰 所以你大便出来的 那个形状啊 味道啊等等 都很懂 你要先想你昨天到底吃了什么 有时候吃那个火龙果 有没有 红色的 我还有一次看 哇 怎么没有长虫那么长 又是金针鱼 所以这对我们本来说很重要 不过还好现在 大家都有手机 我们现在是变成 他们会拍给我们看 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 比你真的去问 来得清楚这样子 那其实 我就遇过一些 一个案例也是比较特别 它其实大便来的时候 它就说它是 灰白色的 就是大便的颜色 灰白色的 它变淡了 那其实我们大便的颜色来源 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胆汁啊 它其实它在代谢分解之后 它会形成 排到我们胆 腸胃道里面 它会形成我们大便的颜色 所以我们大便 才会是这种黄和色的 那当这个胆汁不顺 阻塞的时候 其实就会影响大便的颜色 所以那个病人来 他大便变成灰白色的 他来的时候 就直接拿给我看 真的是像黏土 像黏土那样灰白色 那后来检查 它是胆管有胆科肿瘤 所以它塞住那种黄板 还是黏土掉到马桶去 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 这个也有一种病叫 先天性的胆道闭锁 所以小朋友生下来 如果一两天之内 大便变很白 你不要以为他白得千真无暇 不是 那个是一种疾病 先天性胆道闭锁 那可以很多道理 没有 有看过吗 对 像刚刚魏医师在讲 那个胆汁的问题 我自己有一次情况 是我被自己的吓到 我的病例是绿色的 对 我就上完 怎么变绿色 那个绿色当然没有中医师 这么绿 就是轻轻的绿 但是它是有形状的 它是有形状 但是就是绿色 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 我想说肠胃道怎么了 然后医生就做了一些检查 然后问我昨天吃什么 可是其实都没有问题 检查也没问题 然后吃什么也没有那种特别绿 他就说 那你最近生活是不是紧张 我说对 我们那个时候正好在做周年庆 就是我一天上五个班 然后我连中午吃吃饭的时间 我都在跟厂商开会 所以我一整天都是这样 一直赶 一直赶 就整天都是紧绷的 他就说那你看看 你可不可以后面班牌少一点 时间拉长放松 你看看颜色是不一样 真的 就等到我整个人放松下来 那个绿色边边就没有了 我先讲大便其实是透过肝胆那边染色的 真正的如果不染色的大便的确是纯白无瑕的 所以肝胆为什么会有颜色呢 因为你身体里面的很多包含红血球 你很多组织要被代谢掉 代谢掉以后会变成所谓的胆红素跟胆尿 就是你尿的颜色跟大便颜色是这样来 你这个说不定是吃了铜离子 因为我以前有遇过 他就在吃大量的营养补充品的时候 铜离子是铜绿色 它是有点绿色的 铜离子 所以那阵子搞不好多补充了太多营养品 也是一个 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些比较 比较特别的案例 有一个他是一个中年的男朋友 他其实一直都觉得很疲倦 但是他觉得这个他可能就是工作 他那时候还是算上班族 所以他常常会就是打拼什么的 他只是觉得比较疲倦 所以他也没有特别去注意 因为他常常会出国 那他那时候去欧洲开会 开会回来的时候 那一阵子有在流行是说吃那个大黄瓜 生菜上的大黄瓜 会造成一种出血性的大肠感度的肠胃炎 所以那时候 其实我们政府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资讯 他看到了资讯 他刚好那阵子 回来的时候在拉肚子 他就觉得很担心自己也得了这个状况 他就跑去医院 就在这个肠胃科一直追踪 追踪后来奇怪 怎么大便我们会验大便 有没有一些白血球 或者是细菌 甚至还有一些浅血反应 会一起验 我们大便检查会一起验 他发现还有浅血反应 就一直追踪 奇怪 跑了怎么还是有浅血反应 再进一步去检查 发现他其实已经是大肠癌 而且他是已经有转移的状况 只是说他运气真的好是 转移是转移到零八 没有到器官 那是已经算是第三期 那再来有一种其实比较特别 就是我们的这个 大便的习惯改变 很多女生他都有便秘 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便秘的问题 很多女生便秘 那他突然没有便秘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 有一个学生他到上班族这个过程 他其实一直便秘 那他后来就是寻求各种偏方 找到了一些软便的方式 从有一天开始 他便秘就没了 他就觉得说 他最近买的这个软便药很有效 类似酵素或什么 他就觉得好有效好有效 可是这个便秘的情况 他从便秘变得有点小小的腹泻 但是他那个便都是很软的 一天上十几次厕所 那一开始他就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这个 是有很好的好康偏方 大概过了三个月 他已经没有再吃这个药了 但是他才是呈现腹泻 他就觉得我体质改变了 可是这要注意 其实我们在这个 尤其是大肠得到癌症的时候 他有一种变化是便秘 有一种变化是你的大便习惯改变 他其实是属于便秘 患成了腹泻 他后来其实是一个大肠癌 比较幸运是他只是 只是刚开始出发了症状 所以我们不只是这几种 有一些时候你的大便习惯 从便秘改到腹泻的时候 你不要太高兴 有可能他是出现了一些异样 所以这个 我就稍微要补充一下 新美所说的 我有一个学长 他不是临床科 他也是医师 这样子 他也是一开始 因为他是病理科医师 所以常常都是要做着看薄片 有一次他就是 有大便有浅血 这样子 一个身为久坐的医师 有一定的症状 有一定的症状 会有一定的症状也是很合理 所以他一开始 其实也没有很在意 直到他有一天 也是开始大便的 大便的习惯有点改变 甚至他是 那种大便 本来是正常的形状 变得很细 像肚管这样细 他自己也警觉不太对了 但是 也因为懂太多 所以他太怕去做检查 一直到他有一天 来到急诊 看诊的时候 他已经常鼠在吃不下东西 肚子都是伏水的 帮他检查才发现 就大才好 然后也肝转移了 所以其实呼吁一下 新美师说的 就是我们除了前学以外 我们上面的警讯 这些黄金密码以外 你的那个大便行为 有改变的时候 你也要特别注意 我这边是有一个看护阿姨 她是很喜欢吃鞋类的 鸭鞋啊 然后猪鞋 猪鞋膏 他都一个礼拜 可能要吃三四次 所以他听人家讲说 吃这些鞋类的排便 都比较多会 黑色 深色一点 对深色 所以他就觉得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情 然后当我们在讨论 患者的大便的时候 他又说 哎呀身为一位黑便姐 就是这个很正常 我身体也没有怎么样 就是都很OK 你们不要担心 那个黑便的问题 还这样帮我们 卫教其他的人 然后有一次 就是发现他好像 最近都没有再来做看护了 然后就辗转得知 他得了胃癌 因为他一直在吃那些 血类的 就让他的那个 糞便没有办法 很好呈现 那其实他已经有 胃出血的问题 然后他每次胃痛 就是吃药把它压下去 所以等他真的检查出来 已经胃癌第二期 哇哦 不过接下来有这个症状的话 请中医师要告诉我们 这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我们刚刚听到很多颜色了 然后替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整理 整理说它的形状 通常大家应该是个 香蕉状的是正常的大便 所以大家都知道正常的 但是如果说中间有一些变化 那只是告诉你 饮食上面要做调整 而不是告诉你说 我要一直想着大便 想到大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如果一般来讲 我们的大便会有那种半膏状 黏黏的黏在马桶上面的话 一般要告诉你说 可能肉吃的太多 青菜吃的太少了 几乎冲水都冲不掉 水这样冲的还这样 真的是因为太严厉了 甚至说勤补冲青菜的量 那如果说你的大便 都是硬块状的 一块块很像羊大便的话 一般代表说 你的水喝的太少了 那如果你的大便 一直都是呈现一阵子 都是很泥状的 稀稀的 都没有办法成一个条状的话 代表说肠胃的功能 最近有点差 所以一般来讲 大概都是最近吃东西的时候 比较暴饮暴食 没有给肠胃一个很好的休息 那当然如果说 你的大便出来的时候 它是圆圆一颗一颗的 然后也是干干的 然后有的时候也湿湿的 但是总之 就是不是一直条状 就是一颗一颗的 通常代表你压力真的有点大 该好好休息 放自己一个架 这样才会有漂亮的黄金大便 你觉得我们可以放自己架 那我们说 除了形状之外 颜色其实也很重要 但是大部分 刚刚的医师 都有跟大家做个整理了 那我们只是做一个大方向整理 好 黄色绿色 或者是青绿色那种 那种都算正常的 我们都可以接受 咖啡色的也OK 那如果说你的大便 开始混血色的话 好 血色大部分的人 会觉得怪怪的 会怕 从好到不好 倒是没有 这个大部分是告诉大家说 这边的这一群是好的 好的对没有说多不好 对 这边好的倒是没有说 对 前三条是好的 偏黄就是好的 偏黄偏绿都是好的 对 你这三个都很漂亮 但是有红就变成这个 但如果吃墨鱼都不行 不对 如果当然说 如果你看到自己大便颜色不太对 你要先想自己吃的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吃东西一切正常 颜色又不对的话 那就是该看看医生的时候 对 这个肠胃道 大家知道不好 要先做预防 要怎么做改善 我们营养师 我今天为大家设计一个 夏日排毒的美肌饮 美肌不是只有靠相机和手机 应该从自己体内出来 才叫做美肌 所以刚刚有提到说 什么颜色的大便是比较好 金黄色的像香蕉 所以当然也有香蕉 所以我们今天有五个食材 第一个是有豆浆 然后再来是坚果 然后黑木耳 然后燕麦跟香蕉 大家可以发现说 其实是一个很均衡的概念 有蔬菜有水果 有淀粉类这样子 那这些高纤维的食物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降血脂啊 降膽固醇这些 那色胺酸的香蕉啊 或者说一些矿物质美 其实对我们的情绪 都可以帮我们安定 所以这样子打下来 而且还有重点是黑木耳 大家会记得说 膠原蛋白很重要对不对 大家只记得说要吃猪脚 那是不是吃太多油脂 那其实植物性的膠原蛋白 就是可以从黑木耳来 那其实是对女生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这样打一打 打完的话之后 我们就会变成这样一杯 对 然后打完这样 可以当早餐这样直接喝 有一天看到我们这个艺人嘛 或者一些社会人士 常常都有大肠 初期一期二期 现在医疗技术非常发达 所以及早发现 绝对治愈力就可以到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八十 八十以上 都没有什么问题 提供这些医学尝试呢 给大家做个参考 自己有什么症状 赶快去请教医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在台湾 大肠癌的比例 越来越上升 其实 为了预防大肠癌 除了多吃蔬果之外 多吃鱼也是有帮助的 研究显示 一周多吃三份鱼的女性 能有效抑制大肠息肉的产生 原因是因为 鱼油中富含的Omega 3 可以阻止大肠息肉的产生 进一步预防大肠癌 所以为了预防大肠癌 不要忘了多吃蔬菜 多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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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吃鱼